为什么会有煎冰果的味儿的牛奶呀 令我震惊的不止这个 还有香菜牛油果牛奶 井南靶子肉酸奶 辣调味儿的A地盖 最后还有完全无法想象的烤地瓜汁 哦 抽香 太爱抽香了 赶紧点赞转发给你那些爱玩抽香的朋友 他肯定喜欢 首先是来自天津海河的煎冰果的牛奶和香菜牛油果牛奶 当今是天津特产 你看人配料表 生牛乳这是最多的 然后往后啊 话风就不太对了 绿豆面 小米面 俗乳汁 甜面酱 还有五香粉 货真价实 这个配料表就简单一点了啊 生牛乳 什么事呢 是牛油果果味酱 和香菜原汁啊 倒出来看看吧 我们先来尝一下这煎冰果子味的牛奶啊 真是一个适合整活的口味 就是不好喝呀 你能想象出来往牛奶里面真的倒了半袋子五香粉吗 啊 我知道怎么形容了 花生牛奶 里面的花生用的是椒盐花生 就是那个味儿 强烈建议各位好奇的朋友啊 一定要试一下 下一个咱们尝尝这个香菜牛油果的牛奶 居然有人往牛奶里面放香菜 不能原谅 闻上去感觉没有什么香菜的味道 更像是小布丁融化了倒在杯子里 喝起来甜甜的 牛油果牛油果的清香 隐约能尝到一点臭皮虫的那种味道 但是非常的淡 据说哦 对于能不能接受香菜 主要是看人身体上的一种基因 如果是没有这条基因的 他们在吃香菜的时候 他们会感觉非常上瘾 如果是有这条基因的 那么他们在吃香菜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仿佛在嚼臭皮虫的味道 那么我不有的有点好奇了 如果是那些爱吃香菜的人 他们在嚼臭皮虫的时候 又不会感觉到上瘾呢 接下来我们将尝试一下 全程特产 来自济南的 靶子肉味的酸奶 它的这个配料表怎么这么干净呢 除了有一点猪肉粉 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我真的在酸奶里面闻到了 有香味啊 我靠 闻上去真的一点酸奶的味道都没有 完完全全彻 彻头彻尾的靶子肉的味道 真的好神奇啊 你把鼻子捏住和 你的鼻子告诉你 这是大菜 你的舌头告诉你 这是酸奶 我现在感觉我的精神好像有点失常了 我建议最近精神压力大的朋友啊 可以每一个回去尝一下 下一个 辣条味的AD盖奶 正常口味的AD盖奶我见过 这个辣条口味的AD盖奶 我还是头一回见的 而且我记得这个AD盖 不是玩哈哈的吗 这个优乐多是个啥呀 它的配料表 压根没有跟辣条相关的东西存在呀 那就是纯靠食用香精对出来的呗 你哪怕在里面放点辣椒 我都服你 但是你要是一点辣椒都不放 那我就是要尝一尝了 单看这个AD盖的质地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一闻 这是我今天闻到过的最难闻的味道 这不是AD盖奶味儿 就像是拿胃龙在廉价乳酸菌小饮料里面 晃了一串在给你喝的那个味儿 哦呦 又难闻又难喝 最后一个 烤地瓜汁 这烤地瓜汁还是我们山东的企业呢 山东的企业就是结底气 闻一下 是那个烤红薯的那个味道 真的仿佛在吃液体烤地瓜呀 喝起来就是甜甜的 整体的质地呢比较稠 相比起真正的烤地瓜来说呢 要略甜的味道 不是很还原 但这个香气真的是很还原了 但是哦 我还是不建议各位去喝这个烤地瓜汁饮料 你要真产烤地瓜 不如去买个烤地瓜 这玩意不饱腹啊